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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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在座的準TA們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身為一位語文類的TA 我們到底應該是些什麼 又或者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那首先呢 先簡單的做自我介紹 那我是日文舞的陳安德 然後去年呢 擔任日文以下和日文以下的主角 大家好 我是外文師的陳彥玲 那我去年也是 擔任了兩個學期的大義英文TA 那 今天的流程呢 主要是我們會先從事前的準備 開始分享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工作內容 然後提供各位一些剛好資源 然後之後是公共回饋 以及Q&A 會預留一些時間 好 那首先呢是事情準備 這個事情準備的事前 我把定義成就是指現在這個階段 也就是開學前的這個時候 那在這個時候 你們還沒有正式進入到班上之前 也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呢 我呢 把它分成三個項目 好 第一個呢 我想要請大家呢 先問一下自己 我想要成為怎樣的TA 應該說是我想要成為怎樣的 女文類的TA 那我現在有三個學校 大家舉手 是如果想要成為哪個比較多舉手 第一個 想成為改考卷機器人 女文類TA很常會改考卷嘛 有沒有人自願想說 我叫成為一位 剛考卷快很準的機器人 我嗎 幾手 欸沒有 沒有欸 好 再來是我字典 西班牙文的助教呢 就會遇到 某某某 請問這個西班牙文怎麼念 某某某 請問這個日文怎麼念 然後或是說 請問這個數量值要用什麼 這個助數值要用什麼啊 對就是會把助教當成一個會懂的字典 那有同學就是立志想要成為這樣的人嗎 就是同學假如問你什麼 你就馬上分秒聲就回答 頭字典請舉手 也沒有 也沒有欸 那大家應該是第三種吧 應該第三種 我預期應該也是 好第三種就是很老套的學習好幫手 嗯 就是說呢 有些什麼助教呢 就會想說我要在各方面 全方位的比如說單字啊 然後發音 協助同學發音 然後文法上面 給提供大家做協助 那就是做學習好幫手 那請問在座的TA 有人想要成為這樣子的角色嗎 我 舉手 好 果然是滿多的 沒有舉手的 沒有舉手的是想成為 等一下的TA的請在自己發掘 那也想跟大家說 請就是做完異學習的TA之後 請不要忘記當初就是現在的你們所做的選擇 然後第二個是信義準備 那這個要有一些信義準備啊 讀法分成對自己 好 對學生 對自己呢 當然喔 就是可能大家在前幾 在前幾場也一直聽過的就是 可能會面臨蠟燭兩頭高的情況啦 譬如說讓其中其末 或是不知其中其末 你呢 手邊有40份的討論要改 40份的作業要改 然後你上個禮拜有可怕的報告要做 然後你還有讀管的書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你要先改考卷 還是先做自己的事情 這是大體兩頭高的情境 希望各位TA呢 是要先有這個信義準備 再來呢是對學生 那對學生意思是什麼 你們就要知道 就是我們台大學生呢 大部分都很善良可愛 可愛可情 認真相向 但是總之會有學生過來上課 你也時間過來 作業不教 對你沒禮貌 對你沒禮貌 那這 所以呢 你都要有信義準備事 你有可能會比較強的學生 還有啊 再來是 你啊 在跟學生做對話的時候 你要用怎麼樣的態度 像有的助教可能會覺得說 助教畢竟啊 他們就是有 在分數上面 有掌握學生的分數 所以在權力位階上面 好像還是比學生高一點點 可是有的助教呢 就會認為說 喔 我跟學生好像是靈梗的 成梗 好像是想要跟我們是 很有一般的相處 欸 這兩種心態的助教呢 他們在對學生 常話的時候啊 他們的各種態度 或是用了字句 留存之前 可能就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希望大家在這段時間 在還沒有進班之前 先想一下 那欸 那除了上述啊 就是就是信義準備之外 實際上面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當然就是 聯絡老師 或是老師之前的TA 那我非常的推薦這個 是因為 嗯 不管是聯絡老師也好 那聯絡之前的TA也好 你都可以 很快的就可以掌握到說 欸這個老師 在這個老師底下 你需要做些什麼東西 還有了解老師的一些美美尷尬 比如說 嗯 這老師的個性怎麼樣啊 他上課的氣氛是比較偏 嚴肅的啦 還是活潑的啦 這些都有助於你 在第一次進入到課堂的時候 就非常的上手 好 好 接下來呢 嗯 很快的時間 流逝 秀的兩天就過去了 9月11號來了 嗯 就是 要真的上課囉 好 好可怕 對 希望大家也非常的期待這個上課 好 那呢 工作內容呢 欸我們就把它分成課前課中 好課後 首先呢是課前 就是說欸 進到教室裡了 你要先有些準備嘛 那有哪些準備 第一個 當然是處理夾遷囉 這個我就不多講 但是我這邊要特別提醒是 比如說你是日文二日文三的助教 或是是法文二法文三 德文二德文三等等 就是不是什麼什麼一的助教 都要特別注意是 因為我們學校有那個 黨說的規定嘛 所以呢 在處理加簽的時候 就要先確認下 同學他的選用課程有沒有及格 或是他的檢疫有沒有考過 嗯 這樣確保就是不會隱藏到別人的權益 好 那再來呢 就是拿考卷還有講義 那這個 這個地方呢 小小的提醒大家 講義鼓在第一行政大樓的一樓 嗯 然後如果你是考卷的話呢 當場拿 當場去給他印 然後當場就可以拿回來 可是如果你是講義的話 請你在四天以前拿去印 或者他就在自己 而且四天是不包含那個 嗯 假日啊 還有國庭假日 這一點要小小的注意喔 好 好 那接下來啊 就是你進到教室 當然就是要佈置教室嘛 嗯 聽起來很像是高中的佈置教室 好啦 其實不是 譬如說呢 你剛才進到教室 當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把黑板擦完啦 然後把那個粉筆啊 板擦就擺到適當的位置 你不可以擺在你角落 這樣都是還要好去拿 的浪費時間 好 再來呢 重要的是 你要先慢慢開電腦 因為如果你13堂課是公教室的話 然後 要注意的是各個語種的那個TA呢 就要先建置好那個語的輸入法 譬如說如果你是日文類的TA 那你就要先幫忙 你就要先建置好日文的輸入法 那如果你是法文的TA 你就要先建置好法文的輸入法 因為本校呢 嗯 只有中文給你文 對 那一件只有中文給你文 好 然後還有呢 再來是 你建置好之後 還有就是要幫老師連上網 那這有什麼好處 常常就是會看到就是有些老師 他上課通到一半 然後說 喔我想要給大家看一下網路上面什麼東西 結果就出現討人宴的帳密的介面 然後老師還要在那邊打帳密 這樣就很浪費時間 真的如果已經開始就先幫老師 處理好這個網路的問題呢 你就可以確保這個課程 能夠順利的進行下去 可是有些助教他 不是在普通教室上課 也不是在共同教室上課 他是在遙遠的外教室上課 他會用中線造成是怎麼樣的 好 那大部分的大英文可能會在大英文 那個外教上課 那外教是比較特別一點 外教的電腦基本上 你登進去就可以直接連網 不用登入 這是一個好處 不過呢 他那邊的設備不像一般的教學館 就是有一個觸控螢幕嘛 然後就按按按什麼東西都會自己開了 可是外教的話 就是他開關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使用外教的話 可以提早去認識一下 總開關啦 投影螢幕的開關在哪裡 這樣子的話才不會 老師需要的時候還會手蠻腳亂 那另外就是外教的客桌椅也是比較特別的 大家知道外教的客桌椅有電腦對吧 對然後藏在桌子底下 那所以說很多新生可能不知道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的課堂有需要用到電腦的話 就要提醒新生說 把那個蓋子打開 然後電腦可以拿出來 然後還有 大家知道那個外教 如果你需要做一些口語訓練 會影響到隔壁的話 是有那個隔間 每個座位都可以有隔間拉起來使用的 那所以這些設備的部分呢 就是TA要先了解 那這樣子老師有需要的時候 才能比較快速的處理 那麥克風的部分 因為雖然說教室都有無線麥 都有有線麥 但是如果老師喜歡用無線麥的話 就是到中控室去借 那外教的話就是在那個 二樓音隧機旁邊的那個辦公室 那最後一個是回顧前一次的課程進度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大部分的老師呢 他會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就說 TA請問上次我們上到哪裏 TA那個上次是不是知道到第幾頁 TA我們上次那個單字有沒有講完 然後如果妳就不知道的話 就當然講在那裏有點窮 還有啊可能會發生過就是 比如說老師他明明就在上課的時候 上了上課他就講說 喔我們下一次上課 要先檢查考卷和檢查作業 但是等到下一次他上課的時候呢 老師好像完全忘記這回事情了 然後呢老師就開始上課 然後底下學生就開始稀稀疏疏 但是他們又不敢舉手 就正老師 那這個時候助教就要扮演妙麗的角色 老師你上次說要檢討考卷 對開始這個樣子 好那 以上呢就是課前的準備啦 接下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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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中生場了 然後老師處理擦淺也處理完了 接下來就正式進入到上課 那首先呢要做些什麼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發考卷講義 這不用講啦 那改考卷跟檢查考卷呢 如果他包好起來 是因為這個要看每個老師的習性不同 有些老師他會願意 或是甚至是要求TA在課堂上開考卷 或是檢查考卷 可是有些老師他是不喜歡TA在課堂上面開考卷的 那如果你的老師剛好是這樣子的老師呢 那你勢必要帶回去再改考卷 那你的課後的工作時間就會較多 然後第二個是紀錄課程 那剛才呢這個我剛剛有講到就是課程進度嘛 那除了課程進度也去紀錄之外 你還可以紀錄什麼呢 我的經驗是呢 我還會紀錄就是老師這個地方的教學方式 或是他這個地方的文法重點 那教學方式紀錄有沒有什麼好處啊 因為他可以確保說 你在幫同學解答問題的時候 同學聽到的不是完全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例如說如果你不曉得老師 這一定用什麼教的 同學問你這 然後問你這個文法問題 結果你回答同學的回答解答法 或是是用你以前自己學過的 然後可能菜套跟老師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同學們就會覺得心有負擔 就是我好像一下子就揭露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其實這樣對學上面其實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知道老師的教法的話 你就可以是在老師的教法上面 在基礎上面再補充你自己的說法 那教法同學理解了你的解答之後 一方面你會覺得好像他不是聽到完全解答不同的東西 會減輕同學他在心理上面的負擔 好 那麼接下來查單字與相關資料這個部分呢 就是在我們班的狀況是老師很喜歡臨時補充一些英文單字 或是一些課程相關的資訊 那這個時候他可能會忘記這個字應該怎麼拼 或是他忘記怎麼唸 他就會說欸 TA幫我查一下什麼什麼字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趕快拿出你的手機 然後就是用電子字典趕快查一下 對 那所以呢這個部分蠻重要的 就是說你查單字也是要快很準 你要即時的提供老師還有你的學生正確的單字 那再來相關資料的話就是他可能上課講到什麼東西 他突然說欸 那這個東西我不太確定幫我查一下 我記得有一次老師就是請我查那個猶太教的六芒星的符號 它的來源是什麼 對 那就要趕快查 所以呢我覺得TA在這個使用電子字典跟搜尋引擎方面 也需要有一定的功力 那再來學習資源分享 這個是我的分內工作比較特別的一個部分 就是老師讓我用上課開始的那十分鐘 來做一個資源分享 那我分享的內容有包含這四點 分別是線上字典與工具 自學網站 國際新聞 還有影片分享 那麼我會在開學前兩週就介紹第一項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學好英文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你會用工具來幫助你 那第二點的話 自學網站也是會在開學前幾週就告訴同學 因為希望他們在課語時間也能夠自己加強英文能力 那再來第三跟第四點都是使用影片的方式 我會先選一些適合的影片 比如說我曾經選過有關於美國總統大選的影片 那麼就會在影片中挑選出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單字 然後做成一個PowerPoint 那在課程開始的時候 就先帶同學念過一下那些單字 然後再放影片 這樣的話他們在看影片過程中就會去注意那些重要的單字 那麼影片的好處就是會讓他們蠻專心在聽你講的 對 那這麼做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的課程可以多樣化 然後有即時性的內容 而且引起學生的興趣 那缺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多花時間去篩選這些適合的影片 那如果說你的老師覺得他的課程很趕 沒有辦法在課場中就是某十分鐘給你使用的話 你可以把這些資訊就是再放到Seva上 然後用課外的方式讓學生也能夠接觸到這些資訊 那接下來就是要協助學生做對話練習 那這個對話練習呢也可以變成兩個種 兩個 第一個是你可能要幫學生做每一盒的動作 那每一盒呢 比如說呢 通常呢 對話練習或對話練習就是要兩個三個一組 可是呢一定會有同學他落單了 他可能去旁邊沒有人 那如果全班只有一個同學 欸那你這時候你就可以下去 然後就說 欸某某某某就是你用不願意跟助教來做練習啊 我通常學生呢就會很黏黏就說 嗯好 對 通常就都會拒絕你嘛 對 然後還有一種情形是 班上有兩三個都落單了 可是他們的座位沒有那麼近 然後他們因為外系的園課嘛 他們都不認識彼此 所以他們就會很害羞 可是他們其實一方面又會想要練習到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發揮TL功能 我們就要下去 然後呢就會說欸某某某不好意思 就是你願不願意就是做到什麼什麼旁邊 直接在旁邊啊 然後我們一起做練習 學生呢我的經驗是學生都很欣然的接受 而且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原本就想要練習 只是他們不敢去跟對方說就是 我想要跟你練習 對 好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當然你上去尋堂的時候呢 當然你是要聽他們就是文法 聽得正確對不對 發音對不對 然後句子念順不順差 那這邊啊我要提醒大家的一個地方是 就是這個初級的課程 不管你是1還 以日文為例好的 不管你是日文1也好 日文2也好 日文3也好 其實都還算是滿初級的課程 那有些人的發音呢就是 應該大部分同學的發音就會有點奇怪 嗯 那當然啦你就是因為我們學語言日文 比較久的人就會一聽就知道我發音錯的 可是如果你在尋堂的時候啊 你一聽到同學錯 然後你就要馬上跟他糾正 其實啊同學會很有壓力的 所以呢我會建議大家是 如果你是在有個地方 你聽到好像滿多同學的法 都變得不是很正確 你可以在大家練習完之後 然後呢再跟大家說 喔剛才呢我聽到了哪些地方 好像大家都練得有點問題 然後你在就是把正確的發音 念給他們 欸這樣子同學們就會知道說 駐教不是在針對我 而是對全班講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會減輕他們 心裡面的改例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 你在想要糾正同學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跟他們講 比如說 某某你剛才不是念的那個速度啊 很自然 然後你的文法也都沒問題 但是是如果哪個地方 比如說那個哪個地方呢 發音呢 發音不這樣子會更自然更漂亮 這樣就更美了 好那這樣同學就會覺得 喔駐教停下來 不是只有駐證 意思是說 好像我不是管什麼錯的 而是哪個地方其實都是 其實我是沒問題的 就是哪個地方 再修證的更好 這樣那同學也會很欣然的 就是很願意接受你的執政 然後並且就是心裡面的負擔 也會比較少 那接下來呢 是這個TA時間 這個語文課的老師啊 很多的老師都會給TA 就是大概10到15分鐘的TA時間 那這個TA時間呢 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就特別呢 把這個課堂中的TA時間 講出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是配合趙老師的要求 像是他給分成兩類啊 第一個就是老師有特定的主題跟時間 比如像我的同學當助教 下個禮拜是女兒節 然後呢 老師呢就跟他講說 某某某下個禮拜是女兒節 請你在下個禮拜 準備15分鐘的女兒節文化 像這種就是有主題跟時間都有限定 但有些老師可能會跟你說 喔我想要在其中跑後的後一週 有TA時間 那這樣的話就是主題也不限 那更勝者可能就是像我這樣 我的經驗 我的老師他時間不限定 然後主題也不限定 那就是很free 好 那至於說 那這個內容上面呢 我主要呢 也是可以把它分成兩大類 第一個呢 是所謂的文化介紹 那這個呢 他比如說像是我剛才提到的女兒節嘛 就是日本的一個文化 那如果你是西文的助教員 你就可以提供一個像 鬥牛吧 然後如果是德國的話 就是啤酒 我自己想的 然後如果是越南的 如果是菲律賓 越南文化粉 就是河粉 對不起 對 我現在想不好是這些 安國是歐巴 好 那同學呢 其實都會滿有興趣的 那其實他可以 他就是有點是提升學習的趣味 要知道就是 有些同學啊 他們來修這個惡外的課程 他們是系統要求的 所以也許他們並不是很有興趣 他們覺得上課無聊 所以有時候上課 事實的補充點這種文化的東西啊 其實他們會覺得 喔還不錯還不錯 那第二個啊 其實在這個語言的初級課程啊 其實他的課程目標其中有效就是 要幫助同學理解異國文化 所以啊其實做這個文化介紹 其實一方面 其實你也是有在幫助他們 達到他們有需要學習的目標喔 就是不用覺得說文化語言 也只是一個點退的東西 來 這樣第二個 好 但我現在我有做舉例 好 這是我之前有做的 就是我那時候試工聖誕節 然後我就做了一個就是關於聖誕節的關聯情報 那我會介紹他們 比如說聖誕節是什麼時候傳入日本的啊 然後日本的聖誕節的裝飾品就是很美啊 給他們看一些聖誕節蛋糕的廣告 然後跟他們講說聖誕節 就是日本的聖誕 日本人在聖誕節很喜歡吃肯德基 對 那第二種呢 就是很實際的 不用他們做練習 那不管是有可能是 你會啊幫助他們的背單字 接到他們的單字 或是說幫助他們的發音 或是說在文法上面 幫助他們 那這麼講好像有點抽象喔 所以呢別擔心 我做舉例 這是我之前做的 因為我是日文字的助教 所以我就以做為例好了 這個時候的同學呢 那個時候的同學們 是學到動詞的變化 所以呢我就會把 我就抓了幾篇日本 可能比較簡單的童話放上來 然後呢 篩選掉幾個單字 發控 然後帶他們做天行的練習 那這樣的話 其實同學後來給我的教學會上 他們的會其實都還很好的 他們都會說喔 助教提供的練習非常的有幫助 那其實這個不只是日文啊 如果你是大文啊 德文啊都好 其實你都可以用剛剛的 就是那個國家的小故事嗎 或是童謠啊 這個每個語言每個國家都會有的 我覺得這還不錯 好 那以上呢 是課堂中的TA時間的部分 好 那麼 當當當當 現在下課了 下課之後TA有什麼工作 你看還是很多 超多 對 對 那第一個就是 將課程進度和重點放在課程網 這個的話 通常我們都會PO在SEBA的勾布欄 然後 用SEBA的寄信功能 可以寄信給全單 告訴大家說我已經PO囉 就是大家要記得去看課程重點 對 那如果說不幸的 你的老師並沒有開全線讓你寄email 就是透過SEBA寄email的話 那你可以採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用FB社團 或者是請你的老師開全線讓你寄 對 因為其實這個真的是蠻重要 就是讓學生感覺到說 你至少有提醒他們 讓他們覺得很安心 對 好 那麼我們SEBA使用有一個 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他對於中文跟英文以外的語言 不太友善 所以你如果是其他國家語言的字母 輸入的話 他有極高的機率會產生亂碼 所以建議大家 不管你是什麼語言的 都是採用英文阿拉伯數字 還有中文作為黨名 免得就是變成亂碼 然後同學不知道那是什麼 然後當然就是你可能要有改作業 改考卷還有登記成績 那我也把他報告起來 也是因為說上午的話 因為我的老師就是說 你在課堂上面就是改拿考卷吧 所以這些的東西我就不會帶到課後座 可是有些同學就是 有些助教是沒辦法 就是一定要在課後的時間做這些事情 然後再來是回答學生問題阿 就是有可能已經下課了 可是學生還就是很不放 就要回答學生的問題阿 他學生通常都很可愛阿 然後還有阿 就是有些學生還會很認真的 就是寫性問題問題 這個時候你也要就是 就是寫得很詳細阿去回答他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提醒一下阿 就是日文類的TA 就是要到日文的網頁寫工作日誌 你們應該在上午都已經聽過了 但因為很多日文的TA還會忘記 所以他會再提醒一次 所以他會再提醒一次 好 欸 那 最後一個怎麼 就是TA時間阿 答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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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要急著忽略他 對 他其實還是存在的 原因是因為呢 我跟妳說到 有些老師呢 他沒有給TA呢 就是課堂上的TA時間 可是TA 有些TA又很有熱忱 他就說我一定要服務大家 就行不到家學習 這時候 就會利用到額外的時間 做體驗時間 那這個情形就是怎麼樣呢 好 那這個的話 也是我的工作內容裡面 蠻特別的一個部分 是我們班特有的 那就是各位可以參考 就是說利用課外的時間 跟你的學生進行一對一 或一對多的這個口語訓練 那原則上呢 就是跟學生講英文 然後每次15分鐘 那一次大概是一到三個人 那我都是利用 禮拜二跟禮拜四的 五六七三節課 總共六節課的時間 所以我會坐在那個 總圖D1的學習開放空間 然後就是跟學生一些時間 這個時間是固定的 就是開學的時候就會調查說 大家什麼時候有空 然後他們就會 譬如說他是12點40分有空 然後就會請他到學開 然後就是跟我聊15分鐘的英文 這樣子 那我不會六個小時都該滿 因為學生人數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大概每週就是大概五個小時左右 對還是很多 對 那這個我上學期呢 是以發音訓練為主 下學期是議題討論 那做這個的優點呢 真的是很大的優點 充分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因為你會變得跟每一個學生都非常的熟 然後都可以知道他們 哪些很細微的那種發音問題 都可以聽得出來 那同時也可以跟學生建立很好的感情 對 那當然缺點就是要花費很多很多的時間 以及心力 會不會坐在那邊 有時候等不到人 對 那等不到人就是會扣分啦 對 然後那個 那個 還有你要準備教材也是滿花時間的 對 好 那我就給大家看一下我使用的教材 這個呢 是我們老師給我的一個發音教材 它裡面多半都是這種類型 就是用很相似的字 然後讓學生去練習如何分辨這個不同結尾的字 比如說 king king 跟king 他們三個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 那邊的話就是練習 有聲子音跟無聲子音的區別 那接下來呢 就會有短的句子 像 same do nothing 就是讓大家練習說 oh nothing nothing的那個結尾 對 那接下來還會有更長的句子 就是這樣循序漸進的練習 那再來下學期呢 就是議題討論的部分 就是我會上網找一些 外國人的conversation 他們有足字稿 然後就把它印出來 像這一篇的主題是在討論 love and relationships in France 那我就會請我的學生 就是一個人擔任Todd 一個人擔任Marianne 然後他們兩個就照著上面聊天 那聊到一個段落差不多這麼多之後 我就會停下來 然後請他們就是討論一下 剛剛他們兩個講到的內容 對 那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就是讓學生增加很多英語口說的機會 那其實這個反響也不錯 而且就是因為你跟學生很熟 他們都會覺得你非常努力 然後他們就會選你為傑出TA 你在做的時候就是但是要秉持著就是服務就是單純的服務啦 沒有不求回報的 對對對 額外的收穫這樣 好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說 哇我坐五個小時在那邊 那我到底是怎麼分配我的時間 其實我一週工作大概十個小時 就是這樣是很多很多 大家應該不會有就是花到那麼多時間 那像我就是一半的時間是TA hour 然後三個小時跟課 三個小時改作業 作業其實不用改那麼久 是因為我們班的作業都是小組作業 所以我只要改六組 我不需要改三十幾份 所以這個改作業的時間 也有包含我準備自己的教材 同學不要緊張啦 因為像我的話就是我的 就是改考驗什麼的都在跟課三個小時 然後我們班的作業好像也蠻小的 所以就是我的話一週大概也就是四個小時吧 四五個小時就直接砍半了 那大家不用太緊張 對 重點是你要找到自己 就是合適的那個分配的方式 要兼顧你的課業跟TA工作 沒錯 好接下來是學習資源分享 那以下提供幾個英文的學習資源 首先這兩個是很好用的線上字典 Marian Webster 她的特色是說 她可以除了音音解釋之外 還告訴你說這個字的來源是什麼 然後Longman的話就是她有一些搭配詞的使用 對 然後Dr.I是我覺得蠻好的音漢字典 基本上都中文翻譯都蠻準的 然後她的KK音標是正確的 可以推薦學生使用 那再來next speak這個 其實這兩個都是外文系史嘉穎老師推薦 對 那next speak的話 它是可以讓你搜尋這個字 後面接什麼比較好 或前面接什麼比較好 這樣子 可能是有時候你不知道 後面要用to還是用on 還是其他的介系詞 就可以使用next speak 然後euclish的話是你輸入一個字 可能是比較難唸的 譬如說大家應該很常唸錯 就是triangle 它的三角形的重音應該是在前面 那這個時候你就輸入triangle在這個網站 它就會跑出那個很多外國人 道地的native speaker 他們說triangle這個字的影片 對 它就會那一句就跑出來了 然後你就會發現 喔原來他們是念triangle 然後再來這四個網站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然後我特別推薦的是那個tad.edu 應該是education的意思 它是一個youtube的頻道 那它裡面都是那種動畫 教育動畫 然後都畫得非常好 所以我播他們的影片的時候 學生都特別的認真 所以這幾個都蠻有用的 對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在座應該是有很多的 我都是日本語言TA 那我是日文系的 所以我也來分享一點 就是日文的集資源 那第一個是富江小滴 但是我要退的聲明 富江小滴它是個很好用的詞點 然後它不只是日文 它法文、德文、西文、義大利文 應該都就是都有 就是各種語種 很多語種 含下很多語種 對我覺得 可是大部分的同學都不會造這個東西 我覺得提供給大家 我覺得蠻有用的 第二個是日文輸入法 那有些老師他會在課堂 繳 但有些老師他可能開學之後 他也會教 對 那這時候呢我就覺得 欸 日文輸入法 教他們我覺得有沒有用 因為有時候他們的作業 可能是需要用 就是他們會習慣用小字的嘛 那我這邊是以日文輸入法為舉例啦 那也許豹文也有豹文的自己的輸入法 都沒有得文的自己的輸入法 那這一點的話就自己的 所以我們都有一種改革的語言跟增著一下 接下來呢 是這個NHK 只有11 那這個呢 不明實力就是簡易版NHK的新聞 那我會比較推薦的是 日文2或日文3的助教再使用 那原因是因為 這個他在學習文 他可以讓同學知道更多的文法嘛 然後還有單字阿 就是他們可以簡識一下說 他們自己到底看不看得懂這種 這個簡易的新聞 可是如果是用在日文1的話啊 或許也是可以啦 但是因為日文的教的東西 還是沒有涵蓋這麼多 所以對他們來說難度 還是有定常的難度 對 好 那第四個呢 就是 好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就是有個網站 然後你把一篇文章貼上去 然後就自動出現評價名 這個對於就是初級日文的學生來說 我覺得滿有功能 因為他們初級的學生 他們在評價名跟評價名的點子上 都還是會有大問題 他們這樣就給業績發音 就自己的點 然後接待自己學到很不少 然後再來是國際交流基金的 就是動漫日本語 我在課堂上面有介紹過這個同學 的回想都還滿好的 因為學習日文嘛 應該一大部分的同學 都是對這個動漫滿有興趣的 那以上就除了互相小提跟輸入法之外 就是以日文的舉例 那如果是其他的語種 德文 西文 藝文 譬如玉兵文 越南文 韓文等等 的話可能就是在想下 我們有好些的技術學習的資源 那這邊就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是那個語種的 好 那接下來就 這位TA嘛 一定要跟學生做了一點溝通囉 那學生也會跟我們先回饋 然後我們也會遇到一些狀況 那怎麼樣跟學生做溝通呢 好 那麼溝通的廣告主要是有三種 第一種 最常用的就是 好像沒有電話 好 最常用的就是E-mail 那所以在開學的時候 一定要提醒你們學生 一定要用台大的信箱 不然你可能會錯過很多重要的資訊 那在寫E-mail的時候 如果是用英文寫 要特別注意正確的格式 要符合比例 尤其是我常遇到那種學生持交作業 然後就直接丟一個檔案給你 那其實這樣是不禮貌的 你要提醒學生說 一定要有主旨 然後要有內文 就是你至少寫個 Dear TA This is my homework 這樣子 對 就是至少要寫一兩句話這樣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自己跟學生 用音樂溝通的時候也要注意的 那麼再來 作業評語的話 是就是在改作業的時候 附加一些評語 告訴他說 有哪些地方是錯的 然後為什麼錯 那怎麼改 那像我的話 因為我們的作業都是用word 所以我都是用word 直接在電腦上面提改 然後用插入註解的方式來給評語 那麼利用TA2閒聊 這個就是 因為我有額外的時間跟同學相處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時間 來了解大家的學習狀況 那其實就是也可以分享一些 校園生活的經驗也蠻不錯的 那其實就是如果你沒有利用 就是額外的這個TA時間 其實也沒關係 你可以再用公布欄 或是用那個記性的方式 對 就可以跟大家再就是講一些 譬如說最近天氣冷了變涼了 你可能就說 最近天氣就變涼了 就是大家要注意身體喔 那學生就會覺得 是不是很暖心 然後不是暖心的 對 就不會覺得你很冷冰冰 好 那接下來我想同學聽到 聽也是聽半天了吧 就是謊聲的謊聲 走在這深游的深游 所以接下來就是進入到 我們的有講偵查時間 好 就是我們設計的六個情境 那這六個情境呢 都是我們兩個Darrow了 我們兩個Eason經驗 然後還有參考我們過往 學長寫單主要的經驗 然後來設計六個情境 就是同學們最容易會有遇到的狀況 那只要有回答的學生 就可以獲得教法中心 所提供的經費小體股 對 請大家有沒有發言 好 第一題一個 好 那第一題 好 第一題是學生不來上課怎麼辦 大家沒有經驗沒關係 就是直接憑你的直覺回答就可以了 來 有禮物喔 不來上課怎麼辦 好 那位 那位 寄E-mail給他 寄E-mail給他 那E-mail裡面寫什麼 那個同學 請確認一下你 是否有選的這一場課 如果有的話 請來上課 喔 很好 很好 那你會選一下 好 那我自己的話是 因為我們班是不會點名的 那學生可能以為老師沒有注意到 那所以其實老師都會注意 真的都會注意 所以呢 因為語言課其實不是特別大班 所以其實老師基本上都會注意 每個學生有沒有來 那所以我就會私下提醒 比較常缺席的學生說 喔 其實老師都有注意喔 那他就不敢不來這樣子 好 第二個問題 學生不交作業怎麼辦 不交作業 舉手 舉手 沒人舉手 沒人舉手 那麼要點人 喔 好 那我一定要可以這樣 提醒他 就是會然後到其他 然後例如提交了兩三個 然後或者是他如果來上課 就能提出他 所以就是提交了很多 然後他再提出 100%而起 不會後來就上交 然後你直接感到 嗯 很好很好 就是說寄Email 或者是在課堂上 就是下課的時候 直接提醒他本人 對 那我的話呢 就是其實有一個滿重要的一點 就是第一堂課一定要宣佈 那個扣分的規則 基本上你的所有班規 就是在第一堂課就要建立好 要跟學生有默契 對 不然呢 他們會覺得說你沒有講 所以呢 第一堂課一定要宣佈扣分的原則 交作業的方式 並且你每次發布作業的時候 要再提醒同學說 喔 就是你如果沒有交的話 會怎麼樣扣出來 好 第三個情境是 學生在小組報告中偷懶 怎麼辦 那我順風車了 對 等他順風車了 有沒有這種人 有沒有這種人是指 對 過程了 好好好 好 那大家會怎麼辦呢 遇到這種人 那位 各位 我建議一下 就是你們小組他就會很地表彈 看一些不一樣 然後私下可以跟國學的自己 其實不是說 他自己要注意自己在地點什麼 就是用互評表來讓大家評分 對 其實我們班也是這樣 那我的話 如果有學生跟我反應 基本上一開始就是會告訴大家說 如果小組報告有偷懶的情況 一定要跟我反應 那有跟我反應之後 我就會寄信給他們整組 不是只針對那個人 寄信給他們整組說 欸 你這樣做的話 是會影響到個人的分數 而不是說只有小組分數而已 像我們的聽力作業是小組作業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有時候會遇到這種情況 那如果說他真的很偷懶的話 我們其實是有互評表的機制 那如果你的互評真的是很低分 那我可能就會你的成績就乘以0.7 那這樣就差很多了 那如果你是當組長表現得很好 可能就乘以1.1 我們班是這樣評分的 所以一定要就是這個部分也是在第一次上課就要講 那如果真的發生這種狀況 就再提醒他們一次 好 接下來 好 接下來 學生成績不佳 是不是塑膠的幫助沒用啊 有時候呢 就是改考改完考卷 然後就會發現 啊 怎麼這個不是講過了嗎 我不是提醒過了 然後也就講過了 大家都很明貴 也是我幫助沒用啊 是不是這樣啊 覺得呢 我們要針對這個奏法院 回首 哦 都沒有指頭 這是要回答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有或沒用啊 好演喔 阿有有 對 就是沒有用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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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這個 這位準度教的回答 但 當然不是啊 別想太多啦 有時候其實課程難度就是如此 就是 其實你有時候改考卷啊 可能班都六七十分 可是你去詢問你們那個老師的時候 老師就會跟你想說 哦 其實這樣高分咧 因為其實你們要記得 你們要記得 你們呢 就是當助教呢 就是經驗助教嘛 還不到一年 可是老師教同樣的地方 他可能教了十年了 所以呢 學生的程度 大概這個地方 大概有個狀況或是什麼 老師比你了解一百倍以上 所以人用三天啊 所以其實只要你用心學生都感受得到 好 接下來 怎麼辦 學生為了我也不太清楚 怎麼辦 語文類體也很容易遇到這種狀況 那 同學 啊 就 一起課問老師 恩 這是我直音欸 呵呵 我有說 好 好啦 就是 就跟這個同學做的一樣 其實呢 你們要想啊 助教其實也還是學生嘛 所以其實學生也還是在學習之後啊 其實老師自己也在學習 所以啊 請你查完資料再回去 再回答學生 或是我一起去問老師 同學們 就是 同學們 就是你們不用覺得說 好像去問老師好像會有損助教的裡面 好像更讓同學覺得助教很專業 我其實完全不會 因為呢 其實這個好處是有功 同學一方面呢 同學會覺得助教很重視自己 很重視自己的問題 然後一方面同學也會覺得說 喔 這地方不是因為我程度不佳 不貴 欸 這地方可能連助教都不貴 那這樣的話 一方面呢就是也可以說 短跟助教之間的距離 而且啊 其實 呃 怎麼講 有時候你不會喔 其實並不是你不會 而是說你有可能像譬如說字文好了 你讓那麼久 然後你可能就會說 語感 這就是這樣 但是最初級的學生來說就不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並不是你不會 而是你只是不曉得該怎麼樣的解釋方式比較好 欸 這個時候其實請教老師 我覺得這非常好的喔 對 不用太緊張 最後一個 學生很緩的記性 該不會立更迴信 大家覺得呢 該不該 應該 不該 二選一 有沒有要舉手 很簡單喔 啊 好 喔 喔 平成 平成 平成記性 蛤 很晚了 怎麼辦 而且我覺得這位 我覺得這位準助教 你是哪個類的 你是哪個語文的 欸 英文咧 喔 好 就是我相信你一定是不成為一個幹好的助教 但是我的答案是 不是便利商店 多四小時一夜 隔天再回 有些學生呢 就是你在其中其末 可能會經濟到各種職業 日文就是日文職業 法文就是法文職業 西文就是西文職業 義大義文就是義文職業 同學們就讀書讀到半夜 然後毫無問題也是半夜感很困的人 怎麼可能 助教也有自己的事情 還會說呢 隔天老師點名的時候發現某某某一站 然後你打開信用來發現 他凌晨三點跟你講說 助教說 不好意思 我明天臨時有事 我老婆 我覺得我心裡就會覺得說 助教還覺得你很有事勒 因為我覺得很不信 所以這不用 因為你隔天再回同學們就會知道說 助教也是有自己的時間的 那這方面也會幫助同學管控好自己的時間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 在一開始就跟大家講好的規則 例如在一開始就覺得就說 助教12點之後不會開信 因為那講話同學也會知道說 那我又有什麼問題 或是要請教什麼 就12點以前就跟幾星 你也可以做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說這樣的方式 有點太生硬了 也可以不用 那這都看你 只是我覺得很像提醒大家 不是便利商店的吧 有二十四小時 耶 好 那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跟講 那還有一點點 之後的無關招是定番 Q&A 對 那個剛剛有回答問題 六位同學 所以待會可以到 待會可以到後面視頻 好 先來主管 好 那有 我們只要 其實就還有剩你 一分鐘的時間 就是對於今天的 我們所講的 至於文類 也到底在這件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請問你問題之類的話 這個該不會吧 好 這個FB呢 所以剛才有講到 就是如果是要用 如果你一開始就想要用FB的話 你就要用一個公共的 就是公共的帳號 你不是用你私人的帳號 然後像我的話 如果有同學要問我 就是一些比較私人的 我都會拒絕 然後我只有再來學習 說我已經就是 我已經跳白白了 就是他們也要是上座的 我才會給他們 要不然他平常是補本的 因為主要就是私人的公共 所以公共還是要很害 對 學長 你可以講 我們課長的 還有嗎 有些老師 OK 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我去年我有問了 會不會有未常的問題 那 請問 我當然直接看 還有這個分分吧 好 那 就先的分享就到這位置 辛苦大家了 請看 謝謝